贝克汉姆夫妇 最近被传婚片 这天好友李文 以及老公Bruce Rockwiz出席活动 当然也逃不过这个问题了 完全是假的消息 百分之一百 因为刚才问了他们 他们两个非常好 所以没关系了 很多时候 一些名人都会被人家吵一些新闻 那就是他们出名是模范的夫妻 怎可能轻易婚变呢 将来Coco有小朋友的时候 我想也要请教他们的相处知道了 当然了 如果将来有小孩子的话 当然会问Victoria跟David 他们是怎么样 因为我觉得他们真是模范的夫妻 然后又非常非常成功的爸爸妈妈 然后他们四个孩子又特别乖 很可爱 很乖 很有礼貌 所以教导有方 不要说将来那么远了 这天Bruce的妈妈也一起到场 你不急 老人家也急了 小孩方面其实还是在努力当中 顺其自然吧 如果真的上天给我这个机会 我会非常的珍惜 因为现在很多身边的朋友刚好他们都生了 那么所以看到他们我都蛮羡慕的 希望我也有机会可以做个妈妈 我觉得能有一个都是一个很大的礼物了 那么 我觉得如果最好的话还是有两个 一男一女 另外同场的汪詩詩最近迎来了于宇宙最强老公真子丹的结婚周年纪念日 但也是这一件事 一场笑话就发生了 对啊 我自己原来是12年结婚周年纪念日 我自己也忘记了 因为太忙了 然后这天我就有人送花来家里 我就说为什么有花送来呢 我就开门 我还不知道 我还以为送错了 然后看到真太太 我说你这个是给我的吗 那我就拿开来看卡片里面就是说 Happy Anniversary 老婆 原来是我们 我自己也忘记了 原来是我们结婚周年 那之前 每一年都是我要提醒我老公的 这一年是他 他自己就知道了 对啊 我说哎呀 我做招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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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